有没有小屏党的用户 新年来补了点小屏的手机 小屏的苹果绝唱13mm 像这个机器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吧 反正这个的话 这个机器可以说是除了屏幕小 各种的话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然后5.4寸的一个小屏幕 单手操作什么的 你看是吧 单手操作都是非常的流畅丝滑的 A15的处理器流畅用了三四年 也不是什么问题 后置双摄像头也没有进行阉割 和苹果13的话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机器的价格 卡贴的价格大概在1800左右 然后无锁的价格大概在2500左右 像这个机器的话电子效率87的 就像13mm的话 它这个机器唯一的缺点就是续航 因为它机器小屏幕小 然后电池也小 所以说续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机器可以说是 你要是拿来当主力用的话 一天两充那是必须的 没办法 但是你要说其他方面的话 绝对都是顶级的一个水准 高清显示屏幕 对吧 顶级的处理器 这些都没什么问题 如果说是小屏的用户的话 毕竟我可以说是 这个可以说是目前最小最小的旗舰机了吧 你像安卓机器动不动什么 6.8寸 7寸 甚至8寸的都有 你说那种大屏幕 那它这个5.4寸小屏 可不可以说是绝畅了 有没有 这些人 我们下车的 我们下车的 看看